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這個 斯比納蒂亞指揮官規格 史格爾 那看一下這就是他的零件數量 感覺也是少少的 不過這隻的價格也是很便宜啦 那這隻提亞夏他是因為在版的官司 所以就順便帶一盒回來 那我也是故意想要嘗試一下 這兩盒搭配起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配起來 那大家一定很好吃在版有沒有改良這個 頭的零件 是的他真的有改良喔 因為他中間挖了一條這個縫嘛 所以說 這個脖子應該是不會再斷掉了 各位大家好 這個就是斯比納蒂亞指揮官式一樣的所有的配件 齁 那我覺得他這個素體呢真的是比女呢還有女人齁 真的是 非常的性感 腰野非常的現實 那這邊都是他的一些專家的配件啦 槍啊 刀 還有 開掌手握武器的手 那這兩個 小小灰色的零件呢他是 肩膀延伸的 關節啦 他是為了要卡 住這個劍甲用的 所以他這個 關節 他的距離會做的比較長一點 我跟這個 比較 短的關節不一樣喔 因為他是卡不住的 那我覺得頭雕做的還蠻可愛的 那也有這種貓伍的設置齁 頭部當然是球關可以移動 脖子可以往前折 腰部 胸部這邊是球關 那底下也是一個球關 可動度還不錯 那他還可以左右的旋轉 肩膀這邊是球關的連結 那 側台 上台可以達到這個高度 二頭肢旋轉當然也有 手肘彎曲周部90度 拳頭也可以旋轉 大腿水平外拍 關節有 側台大約劈腿 那 屍蓋彎曲二重關節 大腿可以抬到這個高度 腳底板 往前往後 接地 有的 腳底板 一點點空洞 腳底板 台式 雍立 雍立 落 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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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這個就是斯比納蒂亞指揮官式樣的裝甲型態號 那我覺得造型呢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就是一種時事般的風格 造型我覺得很像鐵血的孤兒裡面的葛雷斯 也有點像加速世界裡面的紅王 我覺得喜歡這個方形的裙甲 它很像彈甲的概念 那它一樣是可以轉動的 側面也可以 那這把刀我是掛在這裡 因為它是屬於自由發揮的地方 先找這邊可以翻動 那這個頭雕的面具呢 我是覺得蠻好看的 它剛好就是照著本來的透明零件 形成一個墨鏡的感覺喔 看起來更酷了 那這邊兩個頭式呢 感覺讓它很像兔子 盾牌我覺得中規中矩沒什麼亮點 腳步的地方沒有強化我覺得很可惜 那我覺得它這個腳底板呢很像馬提亞 這把槍呢試試長長的 看起來也比較優雅 我覺得它反而比較像蘿蠟吧 刀我覺得中規中矩啦 反正這是一把刀嘛 那這兩隻比較的結果 我會覺得這隻反而比較女士幻呢 不知道為什麼 接下來各位就欣賞一下 它們這兩隻連動的型態吧 那你可能需要這兩個小腿的轉接頭 或是這個脖子的墊高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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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因為專法不只一種齁 那這隻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好玩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它這個 腳步的關節呢真的超級鬆 所以你看影片的時候就會發覺 它怎麼越蹲越低了 因為真的是很鬆 鬆到受不了 那今天這個30MAS比納蒂亞指揮官式一樣 就介紹到這邊囉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